台湾文博会今天登场 今年共有19个参展国地区 564家业者参与 以工艺设计为主轴 聚会台湾软实力 展区包括了家具家饰 文具礼品以及生活用品等 有哪些精彩创意带您了解 每一年在朝天宫的广场 就会有这么多的鞭炮屑在 那我们就是把它收集起来 设计师发挥巧思 让红色的鞭炮屑摇身一变 成为过年用的另类红包袋 大家会相信妈祖在绕镜 释放鞭炮的时候会带来福气好运 然后也会把炮屑收一点放在柴位 就是那柴那符的仪式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衍生出 这样的文创上面 从台湾文化寻找设计元素 还有这一个将早期活字排版印刷的概念 运用在笔记本上 使用者可以用手触摸到封面的立体文字 感受文字的生命力 那我们这边特别设计了一个放大镜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是这样可以摸得到 那我们在观赏的时候 一样可以看到里面这种字很有趣的一个变化 像是结合台湾传统制鞋工艺的牛津鞋 图案取自台湾花窗 生活中的咖啡牛奶配色 或是小时候印象中的红色砖头 做成的名片作 十二节气的年礼磁铁等 台湾文部会上展出的各样式设计 都蕴含着台湾文创产业 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现在大家在推文创 那很多人入门门槛就是设计成商品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优势是 我们可以从台湾的文化的底蕴里面 去找出更符合台湾可以去发展的 所谓的文创的部分 然后让它更具有代表台湾 然后透过台湾的文化部分去推到国际 台湾的美学教育 其实相对于对岸来讲 实际上做的扎根是比较深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获得到 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对台湾来讲我觉得文创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是越来越有更多人欣赏 不只是一个取高和寡的事情 台湾文博会今年迈入第四届 共有19个参展国地区 564家业者参与 除了提供各国文创交流的平台 也看见台湾文创从巷弄文化 到国际品牌的魅力与商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